北北市聯合醫院和平院區疑似傳出院內感染 一名負責發燒篩檢站的護理師 二十一號出現症狀 隨後採檢確診 包含他的丈夫孩子在內已有三人染疫 目前感染源還不明 這名確診護理師案二二一七八 曾接種過三劑疫苗 二十一號出現發燒全身倦怠 採檢確診CT值十一病毒量高 他的丈夫和兒子後續匡列採檢也都是陽性 CT值分別為三十二和三十六 不只國內疫情延燒受邀來臺參加智慧城市展的二十九名外賓 入住飯店時一名隨行的工作人員被驗出確診 外界質疑外交泡泡是否出現疲漏 這是一個專案 那專案就有一個泡泡的型態來辦理 因為凡進來都要篩嘛 那口水篩或皮下篩或是落地篩或在機場旁邊 就是能夠生活脫衣 或者到了旅社 或者我們在以前在集中檢疫所篩 陳時中強調沒有外賓或旅客拒絕採檢 北市衛生局者表示 貝里斯團下機後直接到飯店採檢 並沒有其他足跡對社區影響不大 華視新聞才有期 梁洪志 台北報導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叢林掌握天下事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